大家好,欢迎来到飞飞的家 粤菜系中有一个传统名菜,虎皮凤爪 它的特色是,鸡爪的外皮,像虎皮般的斑纹 皮酥肉嫩,鲜香味辣,越嚼越有劲 用空气炸锅来做,既省油,又不会伤到自己 真是个好办法,推荐给爱吃的朋友们 把凤爪洗干净 剪掉凤爪的指甲 把凤爪切两半 省饰的话,也可以不切 洗干净 冷水下锅 中火慢煮 锅中放一点麦芽糖 使凤爪均匀上色 水开后,捞出凤爪 水开后,捞出凤爪 控干水分,自然冷却 大约十分钟左右 像这样就可以了 将风干的凤爪放入一个大碗中 倒入两大勺油 使凤爪均匀地备油包裹着 像这样的 这时,将空气炸锅 预热至400华氏度 带空气炸锅 带空气炸锅到400华氏度 就把裹好油的凤爪 放入空气炸锅中 均匀地平铺 均匀地平铺在空气炸锅中 盖上锅盖 设置了25分钟 炸了6分钟后,检查了一下 翻了一个面 6-7分钟后,又翻了一个面 6-7分钟后,又翻了一个面 炸至20分钟时,就成这样了 取出放入冷水中 水中加了一小勺盐 1大勺料酒 2个大料 在浸泡凤爪时,调一个料汁 大碗中放入4个干红辣椒 8片生姜片 1.5大勺的熏羊豆豉 再加入2大勺的红烧酱油 1大勺生抽酱油 1大勺蚝油 1大勺辣黄豆酱 1大勺小勺白胡椒粉 混拌均匀 这是浸泡了半个小时后的样子 已经开始起虎皮了 凤爪又浸泡了半个小时 将凤爪捞出 放入调好的料汁里 搅拌均匀 放置10分钟 像这样的 装入蒸盘中 将腌料一起倒入蒸盘中 锅中多倒些水 冷水开始蒸 开大火蒸 等开锅后计时 中间再续加一些水 蒸一个钟头 就可以端上餐桌 撒上一些青葱和红辣椒圈点缀 一盘色泽饱满 皮酥肉嫩的虎皮凤爪就做好了 鲜香味美 越嚼越有劲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 谢谢收看 下集见